欢迎大家收看华尔街新闻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新上市的失败打击了对IPO市场复苏的乐观情绪 哈萨克斯表示 欧洲央行的利率削减需要经济出现戏剧性的转变 美国就业成本已更快的速度上升 工资增长加快 寻找中国服装制造的替代方案 受到成本和技能障碍的影响 中国承诺建立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体系 请大家收看 新上市的失败打击了对IPO市场复苏的乐观情绪 金融时报 最近一些股市上市公司的股票表现令投资者失望 像Arm、Instacart、Clayio和Burkenstock等公司的股票都跌破了初始价格 这引发了银行家和私募股权高管的担忧 他们原本期望市场活动恢复正常水平 情况在英国尤为严峻 金融科技公司CAB Payments的股票 在上市仅三个月后暴跌了72% 这种糟糕的表现让一些人担心 IPO市场可能会再次关闭 直到2024年 哈萨克斯表示 欧洲央行的利率削减需要经济出现戏剧性的转变 彭博社 欧洲央行ECB的理事会成员马丁斯 卡扎克斯表示 在考虑进一步降低利率之前 欧元区经济前景需要有显著改善 卡扎克斯表示 经济活动的急剧下降或失业率的激增可能需要降息 他补充说 2024年上半年 降低借贷成本与当前的宏观前景不一致 卡扎克斯的评论与其他强硬派欧洲央行成员的观点一致 他们强调降息的讨论还为时过早 美国就业成本已更快的速度上升 工资增长加快 彭博社 美国就业成本在第三季度意外加速增长 引发了对通胀的担忧 就业成本指数 衡量工资和福利上升了1.1% 而彭博调查中的中位数估计为1% 尽管私营行业的工资增长略有增加 但州和地方政府的工资大幅上涨 劳动成本意外上涨 可能加剧对通胀持续存在的担忧 尽管预计美联储官员在本周会议后将保持利率不变 但持续的工资增长可能导致进一步加息 寻找中国服装制造的替代方案 受到成本和技能障碍的影响 彭博社 全球服装和谐类公司正面临着寻找中国制造替代方案的困境 原因包括缺乏熟练工人 原材料不足以及基础设施和物流网络不完善等挑战 尽管一些中国服装制造商之前已将生产转移到越南和其他东南亚国家 但由于这些替代地点存在困难 一些制造商现在正在回到中国 此外 越南服装行业仍然严重依赖中国制造的材料 这使得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变得困难 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 消费者不愿意为在中国以外制造的产品支付更高的价格 中国承诺建立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体系 彭博社 中国宣布计划建立一个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系统 此前在为该国金融部门设定优先事项的两天会议上 做出了这一决定 此举是在中国面临其政治和经济发展轨迹的质疑之际 外国投资者正在以创纪录的速度撤出该国 中国已要求其最大的银行为陷入困境的开发商和地方政府融资工具 提供信贷支持 这些工具持有9万亿美元的债务 中国从9月开始了一项价值1370亿美元的债务置换计划 以低息债券替换隐藏债务 在政策支持下 中国10月房屋销售降幅放缓 彭博社 中国房地产市场10月份房屋销售下降速度放缓 因为政府加大了对该行业的支持力度 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公司的新屋销售价值 同比下降27.5% 至4067亿元人民币556亿美元 而9月份下降29.2% 尽管政府今年仍可实现5%左右的增长目标 但标准土耳全球评级警告称 如果房地产危机加深 2024年可能会降至2.9% 而期货上涨 进入联邦会议 更多的盈利等待着 路透社 随着美国国债收益率在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前下降 美国股指有望高开 周一 三大指数均上涨超过1% 扭转了近期因中东紧张局势和国债收益率上升而引发的抛售 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正面临自2018年以来最糟糕的10月 卡特比勒和辉瑞的盈利报告对市场产生了压力 而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轻微下降提供了一些鼓励 ECM店铺的银行家奖金看起来糟糕透顶 发行量不足 彭博社 由于今年交易速度较慢 股权资本市场 ECM银行家面临着一个令人失望的奖金季节 截至今年前9个月 华尔街五大银行的ECM承销业务的综合费用增长了14% 达到了35亿美元 但仍然低于预期 早期预测显示 2021年股权承销费用将增长52% 初级银行家的奖金预计将受到最严重的打击 预计将达到基本工资的60%至70% 而不是他们在以前几年可能期望的100% 日本银行正在发挥出色的作用 金融时报 日本银行BOJ已将其10年期日本政府债券收益率的上限1% 重新定义为参考 而不是硬性目标 这标志着其收益率曲线控制YCC政策的结束 这一举动对一些市场参与者来说是个意外 他们原本预计BOJ将在全球收益率开始趋于平稳之前保卫1%的上限 这一决定将允许收益率暂时超过1%的水平 以减轻货币贬值的风险 但如果有必要 BOJ将继续购买高于该水平的债券 AMD的新人工智能芯片有望夺取收益的聚光灯 彭博社高级微设备AMD将于周二公布其收益报告 投资者将密切关注该公司的新人工智能AI加速器芯片 这款芯片被视为AMD与NVIDIA的H100竞争的最佳希望 后者帮助该公司成为首家市值达到万亿美元的半导体制造商 这两款芯片都用于训练AI软件 但目前NVIDIA在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 据报道 AMD首席执行官苏兹利将对MI300芯片提供更多细节 该芯片预计将于2018年第四季度推出 该芯片将对AMD的未来至关重要 因为它寻求与NVIDIA竞争 香港负资产抵押贷款案件增至11,100起 增长了两倍 彭博社 根据香港金融管理局的数据 香港负资产抵押贷款的数量在9月份增长了两倍以上 预计负资产抵押贷款的数量增至超过11,100个案例 而6月份只有3341个 同期 这些贷款的价值也增长了两倍 达到了593亿港元 76百万美元 负资产抵押贷款 占住房抵押贷款未偿还价值的约3% 这可能导致银行出现损失 被收回和信用成本 香港当局一直在采取措施扭转房地产市场的下滑 但专家认为这些政策的影响将有限 谷歌在搜索反垄断审判中在人工智能方面走钢丝 彭博社 在针对谷歌的联邦反垄断审判期间 美国司法部 DOJ指控该公司故意延迟发布其生成是人工智能技术 以维持其在搜索领域的垄断地位 谷歌高管在法庭上作证称 他们在部署该技术时缓慢而谨慎 因为担心事实准确性和有害性 然而 DOJ认为 谷歌在微软进入竞争后迅速发布其人工智能工具 表明该公司在一直创新 DOJ需要证明对消费者造成了伤害才能赢得这个案件 而证明谷歌故意延迟技术进步可能有助于他们的案件 谷歌便称 其延迟是出于对社会危害的担忧 而不是为了维持其垄断地位 该公司还表示 它已经在人员和技术方面进行了有意义的投资 以改进其搜索引擎 而不仅仅依靠数据优势 经过六周的审判后 谷歌于上周正式开始辩护 没有人把债券放在一个角落里 金融时报 尽管近年来债券市场面临着诸多挑战 包括亏损和利率上升 但全球债券发行量正在反弹 根据标普全球的数据 由企业借贷推动的非主权固定收益销售额 接近6万亿美元 债券市场的稳定增长可以归因于多个因素 包括在融资的需求 以及银行对债券的融资依赖 此外 仍有许多投资者寻求固定收益的稳定性 债券市场产生了大量需要重新投资的资金 尽管有人预言债券市场将走向衰落 但它仍然蓬勃发展 联合国在这一切中在哪里 哦 对了 根本不存在 彭博社 捷克国防部长亚纳 切尔诺霍娃 Jana Sernokovat对联合国表示担忧 并建议捷克共和国退出该组织 切尔诺霍娃的言论 反映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 联合国正在变得无关紧要的观点 联合国最初成立 是为了促进多边合作 合集体为合 但现在越来越多人认为 它成为了地缘政治争端的论坛 并且在面对无辜平民的苦难时 无能为力 最近的联合国决议 在以色列和哈马斯 在加沙的冲突中 呼吁持久和持续的人道停火 但未提及哈马斯 人质或以色列自卫权 同样 安理会在关键问题上 难以达成一致 中国 俄罗斯和阿联酋 拒绝了美国的决议 谴责哈马斯的恐怖主义行为 并重申所有国家的自卫权 捷克共和国 并不是唯一对联合国 表示担忧的国家 越来越多的国家认为 该组织已经失去了 影响力和合法性 哥伦比亚 预计将保持利率不变 以应对通胀缓慢下降的局面 决策指南 彭博社 根据彭博社 对23位分析师的调查 哥伦比亚预计将连续第四次 将利率维持在13.25% 尽管其他拉美国家 已经开始放松货币政策 但由于对通胀降温速度 不够快的担忧 哥伦比亚的高利率仍然保持不变 然而 一些分析师预测 可能会降低0.25或0.5个百分点 投资者将密切关注 决策中是否有任何关于 何时开始降息 以及对通胀预测的看法 是否保持不变的信号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了一系列 有关经济和金融的新闻 让我们来简要总结一下 首先 新上市公司的股票表现不佳 打击了IPO市场 复苏的乐观情绪 这引发了投资者和银行家的担忧 他们原本期望市场活动 恢复正常水平 此外 中国服装制造的替代方案 受到成本核技能障碍的影响 让全球服装核协类公司陷入困境 与此同时 中国承诺建立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体系 以应对外国投资者撤离的情况 在其他新闻中 日本银行结束了对十年期政府债券收益率的硬性目标 而美国股指有望在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前高开 接下来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些新闻 首先 新上市公司的股票表现不佳 可能是因为 投资者对这些公司的业绩和前景持怀疑态度 对于投资者来说 股票的价格往往是评估公司价值的重要指标 如果价格低于初始价格 可能意味着市场对公司的信心不足 此外 中国服装制造的替代方案 面临成本和技能障碍 这使得一些制造商不得不重新考虑回到中国 这显示了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重要地位 以及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 然而 这也暴露出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 和对中国的过度依赖 在金融领域 中国计划建立一个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系统 这表明中国政府对债务问题的重视 这一举措可能有助于稳定金融市场 和吸引外国投资者的信心 此外 日本银行结束了对十年期政府债券收益率的硬性目标 这可能意味着 日本央行会更加灵活地调整货币政策 以应对经济变化 最后 美国股指有望在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前高开 这可能是因为投资者对美联储将维持利率不变的预期 以上是对这些新闻的简要分析 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和思考 现在 我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问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